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涂鸦艺术和我们的创作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最后就诞生了我们这个脚裳系列了 就是上面有涂鸦的这种 其实每一款都很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都是纯手工绘制的涂鸦 所以说每个都不一样 然后比较有趣的我觉得是我摄像杯的这个链条包 因为打开包盖里面是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想跟女生说的 就是勇敢地去追求自己 追求自我敢出色 所以我觉得那条包应该是女生 美东女生我觉得是必备的吧 那我觉得稍微喜欢运动休闲一点女生 我也就可以去尝试腰包 因为腰包我当时特意就是说 觉得是不是可以两面 就是一面红色一面黑色 然后可以穿搭出不一样的效果 比较有趣 其实倒还好吧 我觉得 其实穿搭我觉得没有什么难题了 就是在合适的时候 当我穿合适的衣服 如果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大家都穿 可能穿的比较休闲 如果你穿得非常正式的话 也会蛮奇怪的 对 都因为是挑战的东西不一样 就是说处处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但是就是一直 应该说是因为拍戏有点遗憾的 就是我的专辑的事情一推再推 然后不停的拍戏 然后专辑就没有再一直就是往后演了吧 对 这件事情 然后希望就是快点完成它 也不是停不下来吧 就是我觉得有工作是一件好事 可以让自己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东西 让自己不停的再更新 对 所以有压力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没有压力的话 没有办法逼自己去做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工作忙和压力 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 是我觉得是让我长大的一个好的事情 我不会伪装自己 就是难得如果有休息时间 可以出去逛一逛 或者吃吃东西 溜达一下的话 反正我就穿的 不会特别招咬了 让谁都认出来是我 但是我就会穿的比较舒服 然后低调一点吧 我是比较自由的 认出来就认出来了 只要就是别一直跟着我就行 我穿的很正常 就是很就是很生活 大家也都在 比如说我去逛商场 大家也都在逛自己想逛东西 哪怕认出来的也是 可能打个招 或者是问一下是送欠吗 其实大家都不会来围观之类的 就我觉得还蛮舒服 就我觉得还蛮舒服 就是今天 就是跟机密处合作的这个胶囊系列 今天发布了嘛 对然后就是觉得 跟机密处一起付出的 劳动成果吧 今天让大家能够看到 然后并且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美的是我都非常喜欢 对其实我对 除了工作以外 对就是fashion这边 其实还挺有兴趣的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 我小时候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 她去学了服装设计 所以我小时候的衣服 都是她自己设计 自己亲手给我做的 所以就从小 我都比较喜欢 对这个方面都比较有兴趣吧 对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有机会 能够更深入地去了解更多 我觉得什么样都有吧 就随时切换的那种 就是看心情随意切换 我自己会下厨 但是好久没下了 黄瓜拌猪头肉啊 然后罗布斯炖虾 就是家里面我爸 我妈常做的那些 我就自己也会去坐着吃那种 我有三部作品 会陆续地跟大家见面 一个是山岳不知心底事 就是一个奋发象上的女强人的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是自身上瘾的初恋 就是比较我觉得很多女性 我觉得能有共鸣的一部戏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就是前科就是 也是第一次演了一个比较突 我觉得挺不一样的吧 就是科学家的一个角色 然后让我知道了演科研人员的不容易 也是蛮有趣的一部戏 2019年 就继续工作 好好工作 希望有更多 不一样的好的机会吧